三国演义第38回,定三尊龙中决策,战长江孙氏报仇。 书节上回,刘备两次访孔明失败,就打算来个第三回。 张飞就很不爽,就说,这次不许哥哥你去,他要是不来,我只用一条麻绳就能把他绑了。 气得刘备说,好好好,这次你别去,我和云长去。 张飞一听要把他丢下,说啥也不干,刘备只好说,你去也行,你千万别丢了梨树。 带到了卧龙岛,一打听,人果然在家,但是呢,睡午觉嘞。 刘备就让关羽张飞在外等待,自己立在台阶下,等孔明睡醒。 张飞在外面待久了,不耐烦,进来一看,刘备是站着等,孔明却歪头睡,顿时大怒,对关羽说, 啊呀呀呀,等我去午后放一把火,我看他起不起。 关羽肩创,赶忙将张飞给拉了出来。 又等了一个时辰,孔明终于醒了,一番梳洗打扮,一个面如冠玉,头戴冠金,飘然如神仙一般的诸葛孔明,就出现在了刘备的面前。 几番客套话过去,刘备就直奔主题,他说,如今汉是青腿,曹操势大, 刘备我与神大益于天下,就是,就是智慕不够,到现在没有成就,求先生给我开开窍,我不以求啊。 诸葛亮也没客气,他说,如今草草,邪天子已令诸侯,站尽天使,不可与之争锋, 孙权斩去江东,得了地利,也不是你能招惹的,然而现在今朝正是用武之地, 而往后,咱可以发展到一周去,将军仁德,这可以占仁和一项, 到时候,大业可成,汉势可兴啊。 一番话说得刘备毛色盾开,他竭力邀请诸葛亮出身, 而诸葛亮也顺势开始为刘备打理起军政大事。 刘备这边得到了俘虏诸葛亮,另外一头,孙权也获得了不少人才, 吕蒙,吕子明,陆迅,陆薄言,还有徐胜,潘章,丁凤,都是难得的奖才。 孙权实力越来越壮大,他就想着,是不是能给老爹报个仇啊? 要知道,孙权当年可是莫名其妙死在了刘表的手上, 现在,东吴兵强马壮,是时候来一场教练了。 然而,东吴的内部却有不同的声音, 江昭认为不可动兵,然而周虞却觉得, 报仇雪恨,根本不需要别的理由啊。 孙权正犹豫不决的时候,忽然吕蒙前来, 禀报说,甘宁甘心霸来江东了。 原来,甘宁是个纵横江湖之间的水贼, 人称锦帆贼,后来痛改前非,投了刘表, 然而刘表并不重用他,他就转投了皇祖。 皇祖虽然也用他,却因为他是个水贼的出身, 不是特别重视,索性,甘宁最后就来投奔了东吴。 孙权早就听说过甘宁的大名, 这回连他都来了, 哎呀,这个皇祖还在话笑吗? 孙权当下就命周虞为大都督, 吕蒙为先锋,东西甘宁为副将, 十万大军浩浩荡荡荡,就要来征讨皇祖。 时至今日,皇祖的实力是远不如前了, 怎么可能敌得过孙权的十万大军? 等到两军在江上相遇, 甘宁冲锋在前, 吕蒙在后, 只把皇祖的战船施杀的落花流水。 我们说三顾茅庐, 三顾自然指的是刘备三次造访, 而茅庐自然是指诸葛孔明柱的地方了。 庐这个字, 以前是长这样, 本意是田中看守庄稼的小屋, 看庄稼的, 自然房屋质量是堪优啊, 所以庐后来又指简陋的住所。 不过虽然说是茅庐, 但是从陈设到建筑, 孔明柱的, 分明是山间别墅啊, 所以茅庐也只是孔明自迁的说法而已。 那现在孔明出生, 刘备如虎天意, 孙权呢也得到了甘宁浙元猛将, 接下来孙刘两家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? 咱们下回分解。 咱们下回分解。 谢谢大家